他现在一把年纪 他一辈子都挣不来十五万 他拿啥平衡 我给你担保 老田给补上 我给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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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个就腰钉了 小美 别生光明的气 你想想啊 就是活蹦乱跳的老太太老头 突然躺在床上了 什么都不能动 什么都需要人伺候 心情还不好呢 更何况他的子心那么强 要是在你面前 他就更要面子了 我知道 我没剩他的气 你也别着急 你看啊 你爸爸还有田爸爸 他们都在想办法 我们一起凑钱 只要有一线希望啊 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支腿 一定要让他站起来 我们一起努定 好不好 就是这件了 怎么了 你们要找谁 田光明 你们是他家属 嗯 什么事儿 那个 那个事务鉴定 不是已经做完了吗 我们不是交警 是市行政局大队的 您好 我姓庄 是市公安局行政大队的 关于同宴车祸营案 我希望你配合我们 做一些调查 有人报案说你设想 故意杀人 你笑什么 我想一笑就行 你家与死者 之前有经济纪纷 有 出事之前 你一直在寻找死者 是 你去长荣旅车市 知道死者住在哪里 知道 死者同宴从旅馆 跑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他吗 看见了 你有计时采取这种措施吗 没 有 你严肃一点回答问题 我要刹车及时 能把人撞死吗 我再次提醒 再次故意杀人的对面 谢谢你 我住在这儿跟在监狱有什么区别 要不你把我毙了得了 说真的 我自己下不去手 我们还会再来的 你保重 我们走 光明 警察问你什么了 你出去 放三 你兔崽子你给我出来 你缩头乌龟 你办的是人事吗 你这是下三烂办的事 这办的不是人事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出来 汉仨 汉仨吗你汉 没错 俺死个包地 咋 爸 你欠这个十五万块钱 好舍好赏了你不给 我不遭政府谁跟我做主吗 我今天把花放在这儿 你要是愿意死了 赶紧把钱给了 你要是不愿意死了 那咋就对不古堂 我跟你舍 到时候 不是赔钱那么简单了 田广明要持管司 持人民管司 你你气死我了 这你 这 这是人干的事吗 把这杀人的罪名 都弄到光明头上了 你简直是个兔生你 你这兔崽子 你 你要咋 你 你给我滚 滚 你给我瘦瘦 滚就滚 老子给你投的地方 不占给你便宜 你赶紧买房还钱 走 走 滚走 我放开 大舅哥 不要跟你舍了 老房家和老田家 不供呆钱 你也站在那头 你自己看出班 走 我挂你 谁 谁怕谁吗 谁 还以为吗 防伞是刘兰罕你 那老子现在有自己的屋 我怕你 饿了 不怕 不用怕 那就赶 我怕 你们今天哪 先凑合吃点 不爱吃的话 厨房有菜 你给耗子做一点 大舅哥 干脆根本留点钱 缺啥子资金去卖 我明儿俩一会就在这儿过来 来 谢谢大舅哥 三儿 赔偿金的事 你可不可以听哥儿一句话 他就可 你仨都不用舍了 我周人以个力 傻人偿命欠债还钱 傻人偿命欠债还钱 同样欠我的钱 来来来来 别说了 别说了 雅王 你在这儿这事就好了 当初你说你妹妹要是跑了 她欠我的钱你还 那你妹妹现在死了 你管不管 我说过 我妹妹虽然走了 但是她的事我管 现在我妹妹不在世了 她欠的债我来还 我说话算数 我妹妹刚死 我也没那么多钱 你们能不能容我一段时间 你们放心 我们打听过了 这间房子是童叶 留下的唯一个产品 她这个儿子呢 老子也不太能光 你是她哥哥 干脆啊 你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给我们抵折 舍仨你舍仨你 你们舍卖房子就卖房啊 凭死啊 这个房子饿我们家里 童叶寺里饿舍酸 饿不舍卖谁干东 你谁呀 饿死童叶她老公 谁呀你呀 童叶她老公 大小 好啊 那我们找你不就完了吗 童叶你老婆欠我们钱 跟她哥哥没什么关系 跟你有关系 我们找你不就完了吧 不是你这样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啊 你什么时候 你打算什么时候 等我进去 童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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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产证是我的 周四姐 房子是个大舅舅的 跟同样没有关系 跟恶严也没有关系 你们没有权利 卖个大舅舅的房子 就找钱 就找钱 你老头现在钱 你一会儿 给我钱 还没有钱 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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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舅大舅 大舅大舅 大舅快出了 咱们枕大了 这房子 这房子是我家祖屋 我不卖 你们要是相信我 我妹妹欠你们的债 由我来还 等我赚了钱连本带利还给你们 我们要是不信呢 谁知道你说话一定要想说 算了 这事既然你佟大哥发话了 我们认了 佟大哥什么为人 咱十里拉结了 咱也够去 我把手信用 不会骗我的 佟大哥我们信你 走吧走吧 走吧咱们走吧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走了走了走了 护腰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大舅哥 这房子不是造作给童谣了吗 这上面还是你的名字 童谣也是 不香花 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去锅个糊 不锅也好 要是锅糊了的话 今天就让那帮狼给粉脸 大舅哥 这房子 我也跟你说 我妹妹同样欠下的债 由我来还 大舅哥 你呀好好照顾好耗子 我回头再来 大舅哥 我回头再来 大舅哥 呢 李小姐 我还不锅 你呢 你不锅 cor 你呢 你呢 不锅 你呢 来到次第已时留在呀 当有八年都在牢里待呀 更爱起名字叫童谣呀 寒起如酷呆的煞儿郎呀 更爱起日日夜夜拍夫君呀 夫君回来补刀亮月班呀 恩爱起宗在扯伦地下罢名端呀 帮大远呀还不酸呀 还用贼人罢个的房产吞呀 房产吞呀 房产吞呀 放三 来 跟我回家去 恶不回起 那今天来都是 都是要给童谣儿套个公道 给恶儿套个公道 傻人长鸣 欠债还钱 只顾肚子栽轮 这是老田跟我的牵条 好 你也不要抢 有完没完呀 他老田不养个米儿的 这么赔钱 你凭什么替我姑讨公道呀 你凭什么替浩子讨公道 我问问您 我姑活着的时候 您对她怎么好了 浩子从小到大 除了安妮达你照顾过她吗 这田爸爸已经给你写欠条了 你就这么着急兑现呀 夫君子 没有你始发就可以 怎么没有啊 你 你不就欺负我爸 不会说话吗 我爸不会说 我会 是 我姑是光明撞死的没错 可光明是谁 光明跟我和浩子 从小一起长大 他的爸爸 帮助我爸照顾抚养我们 十几年呀 现在呢 光明也看着在床上 就要变残废了 可你就为了这十五万 要把你恩人逼上绝路 你拿到手里画着舒服吗 不舒服 画鬼 那老婆卖你的钱 我画着不舒服 谁画着舒服 你怎么这样 我走去这儿 舒服 舒服 咋 快舒服 你 小偷 给我 小偷 可人家啊 跟你说啊 咱们哪 不能再连累这个同龄了 不能让同龄为咱们挡风遮雨了 这是房本 这不是咱们的房本 这是咱们赔偿人的赔偿金 我的 跟你说这么多啊 你也听不懂 给我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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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父 耗子的事您不用担心 以后我会照顾他 现在最重要是光明腿的问题 这赔偿金您就不能再缓缓呀 小偷 小偷 话不要舍得太慢 你现在还笑 动得少 现在这个世道年 就连亲爹 亲娘 都未必能致亡的伤 更不用舍 你们是把杆子搭不着的 表熊妹 你现在大饱大赖 等你家人送娃里 你走指导里 再舍你学的是一个 少钱不靠谱的专业 像马桑争回钱来 那就更懒了 你还还还照顾好自己 你还 方思 赔偿金的事 我想办法 等光明的腿治好了 万一支不耗年 亮的落地待一个残非笑地 他们套番都不知道 上二的套起 拿撒平啊 拿他套番的破万 要谁讨饭的破饭碗啊 田大哥 你正好来了 我跟你说 我不要你的万 我最要我的赔偿金 我最要我的十五万 你先回去 我跟他说 统队 行了 你就别替我扛着了 事已至此 你也扛不住 我告诉你 方思 我姓田的 即使落到要饭的地步 我也不会差你的钱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我姓田的 还不差你方思的钱 赞 我要差 我就差孩子的 浩子 你跟小美 光明 你们都是一块长大的 在田爸的心里头 你们都是我的亲生孩子呀 你光明哥呀 不争戏 把你变成了没娘的孩子 你田爸的心里头啊 我 我贵得慌啊 陈哥 我现在呀 在卖我这房子 虽然没有什么 合适的买主 但是孩子你放心啊 这房子一旦卖了 田爸马上就我钱给你 这样 这个房本 我先放在你这儿 作为敌啊 你干什么 乱拿着 乱乱乱乱 替House拿着 伯父你怎么忍心这样啊 咋嘛 这 咋嘛 田爸爸 那光明怎么办呀 他那腿 你忍心看着他变残废吗 光明残废了 我养他 他要是死了 我这个当爹的陪他死 谁让他找一个无能的爹的 他得认这个名 我说吧 裁了 刘晓希 现在就拿去 看看 差多少 我来补上 盖额 盖额的名 只要你别再逼老天 都给你 我就陪你去过户 网民要是乖可怜就好 我说你呀 就不要再劝我了 这个房本啊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拿回来 你说我要拿回来 我还是人吗 老天 童叶儿是我妹妹 光明也是我的孩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把朕拿去做抵押 给光明治病 叶儿已经不在了 回不来了 他在阴曹地府 也不会眼看着光明 因为他去死 老天 一堵墙隔着 咱是邻居 拆了墙 咱就是一家人 咱们这一家人 真是不在了 这都怎么了这是 咱们这都得了 不在了 诶 你看 来 怎么回事啊 跟你们说啊 你们不能再拖了 再拖两天 刘教授也无力回天呀 对了 刘教授在那边啊 给你们安排了 新药试验的补助 后续的这个 抗瓶教授的费用呢 也可以节省一半 手术的费用 你们得赶紧想办法呀 是 是 大夫 麻烦你再给 再给 再给撑两天吧 我保证 把这些钱给凑齐了 我尽力吧 你们要知道 在这儿留一天 就等于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爸 光明怎么样 没有 不能再等了 房子怎么样 来了两拨人 没多大希望 天哥 我这个人呢 你也知道 我是挣一个花俩的主 没有什么积蓄 这钱呢 是我媳妇攒的 他想给我儿子呀 买高险 让我给劫下来了 您拿着 先给光明看病 这 这怎么行呢 这 您就别客气了 我儿子现在还洗毛 买保险呢 早一年晚一年 无所谓 光明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作为他的师傅 我能不关心关心吗 来 拿着拿着 拿着 兄弟 谢谢了 这房子脖子 我们先走了啊 行 那回头带您看别的家 好不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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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脖子 我们先走了啊 行 那回头带您看别的家 姑娘 姑娘 麻烦你啊 多带人来看看房吧 大叔 要不这个价 您再让让 这让多少啊 我这儿有个大姐 她诚心买房 给她抹住 就是预算没那么高 那 她能出多少啊 能出到五六万吧 我带她看了其余几家 她都看不上眼 五六万太少了 我卖了这房啊 还不够交医院的钱呢 先拿到一点是一点嘛 哪怕后面再想办法 先送到医院 这样 七万五 她要是能给这家 这房子就卖给她 行 那我回去问问那个大姐 回头给您信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见 文哥 就这间 你看看 如果行 我晚上就给收拾 你还能给收拾 可以 可以 就老天两口地住 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就可以 那 那你和小美咋办呢 我回祖屋 跟王三和浩子 挤一挤 小美住学校 两头跑吧 回老屋 那 那你的废品往哪儿放啊 那邻居不不让堆了吗 再想办法吧 想什么想 就送我这儿来吧 我给你单画出一个地方来 你总好吧 我就收了 可惜我这儿太偏了 这你得走不上冤枉路 没事 谢谢兄弟了 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 我走了 好 你等等 等等 就我这要紧 文哥呀 我听我真说了 这莫比准处急着用钱 我这最近过牙太多 现金有限 之前呢 我给你借过五钱 都还没还呢 你 你这么大摊子 也不容易啊 同行 我就知道 我要不说这事 你死活都不会跟我开这个口 老田 我不说 但他是你的兄弟 我心想他这个人 错不了了 再说了 他也是我哥哥的徒弟啊 先是我爸爸的侄子 拿着吧 九人要紧 我跟人家非亲非故人 我怎么报答人家呀 先拿着吧 有机会再报答 房子怎么样了 小刘啊明天呀 要带一个人来 他是真心想买 但是呢 钱少了点 甭管多少 先看着 凑到一点事点吧 大姐 大姐 你看 就这房子 你看这院子多宽敞 这房子啊又是平的 而且你这周围的环境多好 有山有水 房子吧还行 关键的价格 有点虚啊 七万五 大姐 七万五还虚 你要是给能出多少钱 六万 成吗 大姐 开玩笑呢六万 你要出 出现金 什么时候能给 现金我随时能给 关键是你们什么时候 能把这地儿给我腾出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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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么呀这是 大姐 这儿您放心 您今天订了 明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统统给您清出去 绝对不耽误您住 这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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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清楚 您是谁啊 您是 嫂子 大姐来看房子的 您要我走 不您走 您咋出来了呢 四光明 您还在我房子 您要我走 进去 进去 四光明 您救救我 这屋住的都什么人呢 收废品的 这哑巴这怎么 还出来个神经病啊 出个大事脑子不清楚了 要不然这房子怎么这么便宜呢 那这房子 风水不会有问题吧 这儿我就不保了 您图一头 您自个儿说这房子便不便宜 行吧 下午我再带两拨人来看看 别 这房子 我要了 我 我 给你 请 是 你 我 可以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这是我的床 这个也是我的 这都不要了 地方没地方摆 能摆这双床就不错了 放一放 这个 这个也是我的 哎呀 到了都不要了 都不要了 不要了 明天我走 儿子打你 这是我家 给 ihm 我 去 那 会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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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小美啊 嗯 就赶紧回去吧啊 一会儿天黑回学校啊 我跟你爸爸都不放心 没事 田爸爸 我再帮你们搬几趟 不用了啊 没事 没事 听你田爸爸的 这趟回去 明天再过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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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鞭子 我鞭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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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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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 这怎么了 这怎么了 文哥 没事吧 真想找吧 太吓人了 对不起 进来就跟你惹祸了 人没事就好 不过 嫂子这样 这可不能离开人哪 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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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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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没了 没事了 没事了啊 爸 把田妈妈一个人留这儿 太危险了 房子卖得急 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那怎么办呀 您看田爸爸带着光明看病去了 您白天还得干活 就留田妈妈一个人在这儿 这 这毛毛刺刺的磕碰了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爸 咱那房子 最晚什么时候叫 明儿一大早 不能再拖了 人家不急 光明那儿 也着急着呢 行 爸 那我回趟省城 我 我送你 不用了 您看着田妈妈就行了啊 爸 再见 您好 您找我有事 请坐 那我就 开门见山了 我希望你远离我女儿 叶宝宝呢 她去美国上学了 学校也是美国非常好的学校 过两个月就要开学了 我知道 她非常喜欢你 甚至有些迷恋了 她为了你甚至想放弃留学 但是 跟你在这儿唱歌 我也不希望她这样 我不希望她没有前途 并且呢 这家音乐学院也是美国 等我说 这个您不应该跟我说 而是跟她说 很惭愧 我这个当爸爸的 说服不了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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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